近日,一位自称是朱婷的好友的网友,透露了朱婷的最新情况 他表示朱婷已经在办理签证手续的最后阶段,2月初就将会出国手术 并对网上流传的退役之说进行了辟谣 众所周知,2022年女排有两项重要的赛事 分别是亚运会和市锦赛 其中第19届亚运会将于9月10日至9月25日进行 市锦赛将于9月23日至10月15日在荷兰、波兰共同进行 比较可惜的是,今年这两项比赛的时间冲突 加上目前的形势,或许需要隔离等方式 中国女排或不得不派出两套阵容参赛 而主力在不完整的情况下,是选择更容易夺冠的亚运会 还是参加群雄云集的市锦赛,仍有待伤却 如果朱婷在2月份进行手术,之后还会有一段比较长时间的恢复期 如果顺利的话,朱婷或许可以赶上9月份的大赛 球迷们都十分关心她的手术进度 如今有了最新的进展,也让球迷们吃下了定心丸 毕竟一直没有手术,拖着的话更加不利 除了朱婷,中国女排国家队在阵容上已将经历 小范围的新老交替 严妮、刘晓彤、林立等老将退役 不分球员年龄健长 为了2024巴黎奥运会考虑 球队需要有年轻的潜力心心补充进来 2021-2022赛季女排联赛就有中会 吴梦杰等小将展露头角 或许可以获得国家队集训的机会 当然了,主攻朱婷最重要的对角球员还是张长宁 不久前张长宁也进行了腿部手术 目前也正处于康复期 由于已经结婚,且未参加上赛季女排联赛 因此,有球迷猜测张长宁也有退役的考量 但我认为,尽管都有伤在身 进行了手术治疗 但退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朱婷、张长宁仍会回归国家队 至少会打完2024巴黎奥运会这个周期 目前,国家队已经开启了新任主教练的竞选工作 郎平、陈忠和赖亚文都进入了考核小组名单 基本不可能再参与竞选 安家节回到了山东女排任主教练 那么,可选的余地已经不大 蔡冰、王宝全、张建章等都在范围之内 春节前后,新任国家队主教练就会出炉 相信随着主教练和其团队的出炉 朱婷、张长宁等人也会回归到团队中 这对于中国女排和球迷们来说 无疑也是一个好消息了 这对于中国女排任主教练的出炉 给大家看